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杂志计划制作的 健康保险大家谈 今天是我们第1236集的播出 很多人说一个谈保险的节目 怎么能够做23年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保险真的很重要 过去可能很多民众没有察觉到 保险对我们来讲这么重要 可是现在我相信每一位朋友 不管你是看网络新闻或者看资本新闻 您看的是娱乐新闻也好 运动新闻也好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 你几乎都有机会 在各个不同的版面看到 跟保险有关的新闻 记得吗 前不久苏澳大桥坍塌的时候 你就看到所有的媒体都在探讨 这个桥有没有保险 船有没有保险 或者前不久外送的这些外送员 他们骑机车造成伤网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看到很多人都在研究 为什么机车没有营业用的机车的保险等等 那从这些迹象我们就可以发现 保险的重要性真的是已经让我们全民都看到了 可是保险是不是一直受到媒体这么多的关注呢 其实没有 我们发现过去我们历任的监理单位 很多时候对保险的关切程度 并不是特别的高 因此我们会看到 在媒体上报道到保险有关的新闻的时候 其实都是轻薄短手 可是自从顾虑雇主委上任经管会主委之后 他在保险经营这个面向 似乎是相对的用比较多的心 那因此保险局也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执行者的工作 那各位保险有多重要 待会我们再讨论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发现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邀请的是 跟我们的节目差不多有一样的联资的 保险经理经验的保险局的局长 我称他叫做保险经理的铁粮子 我们欢迎保险局长施琼华施局长 老师好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当然改革一定有阻力 那当然一定要常常跟业者沟通 这沟通的结果要让业者能够接受 让民众能够接受 所以这个过程真的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但基长我想我第一个要切入的 就是现在很火热的储蓄险 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都在探讨 为什么经管会一定要朝储蓄险要控制 然后提高保障的额度这个需求 而当然对业者来讲 特别对很多优援来讲 会觉得他们的生计被控制住了 或者说担心未来会不会变成保费收入窒息 甚至我们现在看报纸一天到晚都要讲 我们前九个月已经接近保费悬崖等等这些说法 那在你心目中到底保险它应该是什么 它真正的价值应该是什么 谢谢老师 其实金管会并不是要让储蓄险绝积这件事情 我们只是觉得说保险要回归到保险的本质 那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所以目前保险公司推出的商品 因为通路属性还有就是各种投资理财环境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来买这样的一个储蓄型的商品 那这个储蓄型商品主要发展到最后 就是它的保障成分非常的低 比如说我们真正保费交进来 很可能它跟保费是相当 或者再多一点点而已 那这样子的话就脱离到这个真正的保险的本质 那我们过去常常觉得说 其实保险主要是要保障风险 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理财型商品来看 其实它没有办法保障到风险 那也不是真正保险公司该做的事情 那这次我们提出来的并不是让储蓄性质的 这个成分高一点的这个保险商品完全绝迹 而是希望说从商品的设计里面 能够让那个保障成分稍微拉高一下 那这样的拉高呢 有助于这个国人去 就是去就他自己的生活的各个环节里面 可得到一些保障 那这样子的话不会说跟银行一样 我们过去除去在银行就是你有存多少钱 累积多少钱 然后加一点利息 那保险不太一样 保险是你交了多少钱 然后呢他可能未来跟你预期想要保障的 经过他在每一个十点上 他都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 比如说你希望未来保障是一百万 从你开始交钱 开始不管你是不是有办法每年这样累积保费 你可能在一开始或许因为天有不测风雨 那你就可以一样得到你想要一百万保障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慢慢累积到现金价值去 这个才是保险真正跟银行储蓄是不一样 银行储蓄是用堆叠式的 那保险不是 它是一个让你得到一个平衡的保险 那这个部分因为这几年来 因为银行通路的盛行 或者是我们利率市场的利率环境的关系 就导致很多民众他把理财 这个就是要把他的一些平常的积蓄 希望投到这个保险来 那他重视的是这个IR的这个部分 那就会相对于就会对于这个保障的需求 不是那么高 那可是这个毕竟还不是保险的本质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国人在这个保障的部分应该要适度的提高 所以可能外界有一点误会说 我们希望足续型商品绝积 我想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目前也在订这个 一般的人寿保险的那个门槛法则 希望在商品设计里面 能够有一定对应性的保障成分 那这个部分应该是说 他可以用比较少的保费 去买到比较高的保障 那跟储蓄累积的现金价值这个部分 某种程度可以得到一点平衡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如果从我们去年度的数字 就可以回应刚刚局长在讲的这个概念 我们如果看去年我们售警公司 各项起步加起来 有将近一兆8800亿 可是其中真正负在这个保障型的 才3234亿 所以那个比重其实是非常的小的 连20%都不到 所以会让我们保险真正的价值 没有办法真的彰显出来 因为其他的几乎都是不是解约 就是满旗 红利等等这些 那可是我们民众可能会问 我拿保险来理财或者投资 有什么不对 我们去年的 如果说从数字看 去年大概1.83兆的保险起伏 那如果结起伏的部分大概是 7,330亿 大概占了39%左右 那其他的部分就来自于 产险的保障加上 一般的受险保障包括医疗 包括满旗 包括生存军就是类似环本这样的概念 那这些大概占了 整个看起来是1.1兆 所以解约几户高主要是因为保险商品的设计本身 跟民众在买的时候 透过招染人员的话数 去产生不同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呢 还是回到就是说 消费者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保险 所以我们在那个解约几户的部分 其实大概有几个因素 有一些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蓄脚了 那可能有各种原因 但是当然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招染当时给民众的一些期待 他觉得说 我其实我并不是要把契约走完 我可能就是脚会期满 我看这个投报率还不错 那我就把它做个解约 把钱领回来 重新再去思考他的理财方式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民众的需求也不完全是错 但是呢 可能保险公司必须思考到说 如果这样他的商品的差异性 其实跟一般的其他的投资方式 是没有什么两样 可是就这个消费者本身呢 他很可能他的钱必须放得比较长 比如说有些人必须六年才领的回来 那这样的一个长短期的差异性 是不是消费者够了解 所以解约未必是不好 只是说我们一直觉得 国人的保障其实是有所不足 所以我还是强调 我们金管会并没有要让储蓄选减少 希望能够适时的拉高 这样的一个保险保障 民众在选择保险商品做他理财的同时 也应该要注意到 对于他生命的风险的一个管控 能够透过保险 然后能够得到适度的保障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很平一点 当然我想我们观众朋友最近 还是会有机会听到 有些幼远朋友告诉你说 明年或者什么时候 你就买不到储蓄嫌了 那你要不要因为听到这些话 赶快去搭停售的班车 那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呢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局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我每个梦想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跟我们一起听听 我们这个保险监理的铁娘子 保险局的司局长 怎么样从过去谈现在看未来 我们国内的产数型公司加起来 虽然不到50家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一年的保费收入 三兆多 是超过我们政府的税入预算 一万一兆九千多的 如果从各项给付来看的话 也差不多跟我们的税出预算是差不多的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 保险到底有多重要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 我们如果在网络上看很多网友留言 就会说保险局不会管太多吗 雇主委不会管太多吗 是住海边吗 可是我们如果看产兽险的资产总额 26兆多 其实里面的超过25兆 是民众预缴的保费 等于是它对我们民众的负债 那这样子看起来 当然一定要受到政府的高度监理 我们才放心 否则的话我们大家把钱交给保险业 可是保险业没有受到比较多的监管 我想我们保费交起来一定是不放心的 我刚刚这样讲局长应该同步吧 所以我觉得在控管或者说监理的这个角度来讲 拿捏上其实我相信是非常困难的 就像顾作业讲的 又希望他的这个魔鬼跟天使的脸孔可以平衡 然后我觉得对保险公司来讲 因为他们太习惯做储蓄险 业务员也是这样 所以突然间有这个改变说 我相信对保险人来讲 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 你自己在建立20几年的经验 一定看过齐齐落落很多事件 我相信这一次的改变一定是很大的冲击 可是对民众来讲 还是有民众 他真的是希望利用保险做储蓄的功能 这并不是对或不对 就是他觉得我就想这样做 所以对民众来讲 如果他的内心里面真的这样想 然后又远来跟他讲说 你这样买不到 你再不买就没机会了 你觉得以监理官的角度来看 你会建议民众应该怎么做 我想储蓄险不会买不到 依照我们现在台湾的发展 其实我们受险很多都是长期保单 那他都会有累积现金价值 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这次虽然说 我们要提高保险的保障成分 那因为保障的部分 其实他保费相对是比储蓄是低的 那我们只是希望从原来保护 所缴的保费里面 他某一个部分去关注到他自己的保障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他的一定比率 稍微能够溢注到这个部分去 那他其他累积在这个理财的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 会跟当初保险公司给他的承诺 或者是保险公司可能 透过他去投资的投报率 来回馈给他的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 那至于说这个商品本身 是不是能够达到他这个储蓄的性质呢 当然也要取决于保险公司跟大环境 那个时点上 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投报率 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商品 所以基本上我不太认为 过去以来这些商品就会消失了 那其实我觉得业务员 其实也不用太过忧虑 因为提高一点保险成分 这一件事情 其实不太会让整个商品的结构 产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可能他要注意到 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讲的话 整个市场率率往下走 这是一定的趋势 那保险能够提供的这个理财成分 是不是能够优于银行存款 那可能就是看各个大环境 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化 还是会有一些变数存在的 但是我想跟我们提高保障成分 这个部分应该没有绝对的关联性 我觉得这句话由你亲自说了 我们观众听了会比较明白 也会比较放心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监理机关会对储蓄型的保单 这么的关注 是不是也是因为主管机关看出来 如果售型公司有太多的保费来自于利率产生的这种垂涎保单 会产生什么样的经营上的问题 是 因为现在我们大概已经在107年 我们的保费收入就3.5兆多 那到8月现在已经有大概应该有2.5兆了 那看起来是跟去年大概相当 去年同期比较是相当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说 因为3.5兆的保费收入相对于说 它支付当年度的给付之外 它势必大概有2兆左右 它必须去投资去运用 那依照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市场的规模 跟受险业拥有了这么资金 其实它还是不得不往国外去走 那这样的一个投资呢 如果说保险公司用这个比较高 这个诉求比较高宣告利率的话 那势必它非得去追求高报酬的金融商品 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些风险 那这些风险最后还是会回到保险公司的健全经营 那保险公司如果没办法健全经营 其实对消费者保护的保障 是没有办法去十足做这样的保障 所以监理机关当然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希望的是说 保险公司不要为了追逐这么高的一个保费收入 而对于稳健经营的这件事情呢 就有一点放松 那在投到国外的部分 因为不只是投资风险 还有汇率风险 那等等这些问题呢 是不是一面追求保费收入进来就足以这个 它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有这样的一个投报率 其实这是打问好的 那我们希望的是就是说 它在商品设计的同时 它在宣告过程 它因为原来宣告是说 我有赚多少钱 我就宣告多少利率 那跟过去固定的这个预定利率的保单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保险公司有时候为了市场竞争 它就会比它投报率高一点的去做这样的宣告 那它给了过多的这个利率 那个报酬的话 对保险公司没有办法赚到那么多 最后就会变成 对它的财务健全性是会有问题的 那在这个部分 如果收过多的保费 最后投资工具不够 确实对未来是不是能够承诺给保护这么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忧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在今年希望就是保险公司在商品推出的时候 一定要去计算它自己的这个投报率到底能不能支持它的宣告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这个CSM 就是合约服务编辑的部分 不可为负数 就是你要是一个能够赚钱或打平的保单 但是你千万不要是一个负债的 到时候这个负债都会呈现在公司的这个财务健全性上 是会有问题 那因为这个投资环境的变化 还有其实我们保险都是长期契约 可是外面的环境是一天到晚在变 瞬息外面变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也看到 有些保险公司呢 他为了不要承担利率风险 他就推投资型保单 因为投资型保单是消费者要致富投资应该嘛 然后他的那个受险的部分又是保障型的 那刚好看起来好像可以同时解决 不管是主管机关的要求 或者是他自己经营上的风险 那您觉得说比方说以投资型保单来讲 因为应用主管机关要求 或者说应用利率负担的考量 往这个方向发展 然后消费者也改成选投资型保单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 投资型保单的部分 我想我们对商品并没有特别鼓励哪一类的商品 那投资型保单就是投资风险是消费者要自行承担的 那如果说消费者确实也觉得保障家 这个投资是一个他的选项的话 那他自己又有能力去做一个判断 那我觉得投资型商品的推出 应该也可以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在销售过程里面没有讲清楚 也就是说消费者或许真的不知道 他买的是风险他必须要自己承担的 或者是说他纵使知道这样是连结到一些投资标的 可是我们的销售通路给他过度的乐观 那告诉他的都是好的一面 但是没有告诉他投资风险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在监理上也会要求说 保险公司或者他的通路 对于客户在购买投资型商品的时候 他必须有一些规范 而且规范能确保他能够跟客户讲清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近期看到有一些是没有讲清楚的情形 那那个部分就是我们不允许的 我们就会特别要求保险公司这部分 要来做一定程度的改善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措施能够保护消费者 不需要在购买相关的商品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好 那当然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而不是为了帮我们自己创造问题 那刚刚经过局长说明 我想各位对你手上的保单 还有那个种类 还有你投保的保险公司 应该都有很大的帮助去思考 这些到底对你来讲是不是需要的 是不是安全的 休息会儿 我们再回来 欢迎回来 如果我们去看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的每一段时间的成长状况 我们就可以发现确实当主管局官有一些重要政策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保费突然冲高 这个叫做停售或者这类的 对不对 或者条件限制变延 就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大家都会抢的 所以其实这也就表示说我们民众在买保险的时候 比较容易受到优援的影响 而不是真的从自己的需求去想 或者说被刺激出来觉得对啊 这个我没有想到 那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投资型商品的问题 当然它本来就有一个保障的比重必须要到什么程度的设计 那未来投资型商品跟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些出息型保单 设计的这个保障比重会趋于一致吗 是我们目前考量是在那个保障的部分会是一致的 但是因为这个部分的保费不是很多 所以其实投资型商品并不会 因为它的理财的那个投资的标的是跟过去都一样 只是它的选择的问题而已 所以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太大 就是在这个目标保费的部分 那个保单成本的部分会稍微略微增加 那它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比例在那里 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讨论这个除去型的保单的部分 您刚刚提到说不会买不到 不会有很多的影响 是 但是整个来讲 会不会有一些保单真的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或者说有些保单就变贵了 或者有什么可能 因为我们今年有责任准备金利率要调整 那这个调整主要是市场降息 那这个市场降息的部分 自然那个会让保费会变贵 因为它设计的关系 准备金要提存稍微高一点 所以它应该有很多因素在影响 而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门槛政策 因为我们看媒体报导下都明年长定了 那个是责任准备金的利率 所以因为保单是设计里面 会有所谓参考这个利息因素 利率的因素 所以4B这个部分一定是正常 每年我们检讨的时候 就要去看这个我们的 10年期公债的水准 再加上看国外的一些债券的 那个责利率的表现 那这样的话自然就会影响到 责任准备金利率是比较调教 那当然这一次的门槛 那个也会受到责准均的影响 所以保财会变贵这件事情 并不是一个我们保障成分提高的一个单一的影响 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到顾主委也很在意的就是这个 引发族的保险问题 因为早期我们他民众为自己买保险的风气 真的是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为自己的子女家庭的比较多 可是这个高龄化已经变成是潮流了 所以如果以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如果他已经上了年纪了 保险的设计上面来说 他们应该怎么样以局里面期待的 他们在哪一部分的保险 是局里面比较鼓励的 我们现在应该是说属于高龄商品的部分 那高龄商品的部分就是 比如说退休年金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长照 长照保险 再来就是医疗保险 这三块是退休人员 退休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让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 能够比较平顺比较平稳 不过就是如果说现在年龄已经比较大 保费自然你到了这个 比如说像我已经60岁了 结果还要去买 当然会非常的贵 不过我们有推出一个叫做小儿中老保险 小儿中老保险就是 我们希望保险公司能够用比较便宜的 也就是说附加费用降低的方式 做一点这个让民众容易买得到的一个基础保障 那个大概民众大概上限是两张 但是总额是50万元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 我们还开放到投保年龄是85岁 84岁 那这样子的话就让有一些可能 过去没有买 买受险的民众有一个机会 能够用比较负担比较轻的方式去购买 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能够达到保障所有民众 算是一个普惠金融的一个概念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不管是高龄商品都应该要在 适当的年龄及早规划 尤其是大概在自己有 开始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那比如说有些人大概在三四十岁 就应该开始规划自己的相关的 银法保障的保险 那等到你真正退休的时候 你才有这笔钱可以用 40岁那如果65岁退休 差不多有20几年的保费 缴交保费的期间 到了退休 那你就开始可以领钱了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 您刚刚讲说退休开始领钱 这个真的是为了照顾自己的高龄 可是中老保险就很多人讲了 如果我都已经到85岁了 我还买受险做什么 因为一个85岁的人 理论上没有什么家庭责任的才对 我这样讲 小而中老保险当初会推出 是因为有很多老人家 他因为觉得不应该给子女去负担 所以他希望说身后的费用 至少我自己能够为自己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我的这个未来 如果真的深雇的话 我的身后是可以有 有一笔钱可以来处理 也是减轻子女负担的概念 他的用心还是减轻子女的负担 父母总是都是为子女着想的 是 那局长你自己是保险科班出身 然后再接你这么久 二十几年 你怎么样把你对保险的认知 真的落实到你自己 或者你的家庭的保险规划里面去 其实资源有限 没有办法就是说 尤其是像我们 我们不是在民间机构 我们的这个收入确实 没有办法像雇主委买 没有 他这个可以买很多的 像我自己的话 我们家人最多的保险 应该是医疗险 是 然后再来就是受险 终身险 重大疾病癌症险 这些大概就是主要的主力 那我也有买了一点类似储蓄概念 就是类似还本险 可是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买的 那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是我未来补我现在 可能未来退休不够的那个部分 所以买一点点 但是我没办法买太多 那我们家几乎全部的小孩 的医疗险啊 几乎我都有帮他们 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规划了 但是不会像很多人 像我在处理申诉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的保险非常惊人 医疗险可能就几十张都有 对好多张好多张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大概一个人大概一两张 就很多了啦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如果买不够 你顶多再补一些 或者额度再增加一些 对 这么说起来 我猜你没有投资金保单 对不对 我没有投资金保单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医疗险 我就想到 11月8号有个新的办法 对不对 十字支付最多只能三张 那从你刚刚的讲话 就可以了解 你真的把你对保险的想法 落实到你自己 你也希望整个保险 也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做 那这个呢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 很多人说 你们连这个都要管 连我买几张十字支付医疗险 你都要管 为什么当时你们会把它 列为是一定要去做的改变 因为医疗险是十字 医疗险有日而行 有定而行 有十字支付险 那有些人他因为不同属性的 可能未来的医疗需求 他会有这些医疗险想要买 那医疗险其实在 各位从过去的发展 其实很多民众 其实很重视 主要是我们全民健保实施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 除了全民健保的好处之外 他可能还有一些需求 比如说他可能要自费 要好一点的医疗 那早期可能就是像日而行 那现在就是因为有一些 自费负担开始很多 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我买十字支付险 可以来弥补这个 可能就是部分负担或自费的部分 所以这个需求是民众非常 觉得非常有需要的 但是呢 有些民众可能就是 跟不同的业务员买 或不同的保险公司买的时候 他都给他附加 那我们十字支付 其实概念就是损害填补 理论上你应该是 他就只有一张 那当然有些人会因为 年轻的时候负担比较没有 经济能力不够 他可能还要再去补 所以难免会有这个 再买的情形 但是还是有很多部分是 就是业务员帮他加的 让他加了一大堆 那这样的情形 其实他资源有限 他可能可以去规划 他其他的需求 但是他一直不断的买两张三张四张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疑虑 那如果说你真的非常有钱 可能你也不觉得 买保险是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说在整个资源的分配上 我还是觉得十字十字符要回到他本来的本质 他就是一个费用保险 那如果他有现在需求 比如说他有一些手术的需要 其实还有手术定额手术险这样的设计 那癌症有癌症险的设计 重大疾病有重大疾病的需求 那所以因为不同需求 民众其实选择非常多 那你如果十字十字符买太多 是不是你不见得就都会用上的情况之下 你已经付出很多的保费 到底这个合理性在哪里 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个问题 那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当初 希望保险公司呢 让客户讲清楚 他到底有几张十字式户型的这样的保险 那如果说客户都告诉你他有几张 你还承保 原来我们是在惩罚保险公司说 你还让他保是不对的 因为十字十字符的控管是医疗单局正本 那现在演变到最后民众 付本也可以 就变成保险公司付本也可以 那这样其实是有一点让这个医疗 这个是保险资源让费在他不适切的地方 那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是应该有一些风险管控 也避免一些道德危险会出来 是 那到底我们国人有多么爱买医疗险 我们只有两千三百五十万人口 可是我们医疗险的件数超过一亿件 这个就表示说真的是 我们民众是一买再买 不是不好 但是有可能浪费自己的资源 也浪费医疗资源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们到刚刚为止讨论的大部分都是局限在受险 可是财产保险其实跟我们的关系更是密切 你眼睛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背后都是风险都需要保险 所以我想接下来用一点时间来请教局长 关于产险的问题 第二我想请教就是像台湾在地震带 又是在台风带 所以其实很多天在尤其现在这个剧烈气候越来越严重 我们民众更需要有这一方面的风险意识 也更需要保险的帮忙 所以我们以地震险来讲的话 大概每次台湾如果发生一个地震 金管会就马上发修文稿 说鼓励大家应该要投保地震险 那以我们目前来讲 大概投保率34点多 那其实这个就等同住宅活险的投保率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我们的地震保险真的不能跟住宅活险脱钩吗 因为很多人会讲说我想买地震 可是我不想买住宅活险 或者说有很多人之所以买住宅活险 是因为房贷 他没有房贷的时候 他就根本不会去想到要把这两个一起买 所以有可能吗 住宅地震当初会跟这个扩大城堡范围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来的住宅活 大部分银行通路在销售比较多 那再加上说 其实银行压代业务是希望确保房屋 如果遇到火灾或者是万一是天灾 他的债权还能确保 所以当初的设计确实是在住宅活里面 不断的增加项目把它增加上去 这个部分我觉得 因为财产保险本身我们很少是用强制的 而且像台湾地震带 这个天灾险的保费是相对会比较贵 那如果是用住宅火灾去 因为住宅住火的那个 那个目前来讲就是说 他的那个业务品质还算不错 存率比较好 比较好一点 那在费用的节省上就会 可以设计那个附加费用比较低 像我们目前来讲 住宅地震的附加费用是在15%以下 那那个主要85%都全部都是在存保费 那现在在累积在那个准备金向下 那透过这种方式呢 就能够稍微让整个保费低一点 那我们其实台湾的那个保费 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 看起来好像很高 但是其实它跟国外比相对是算是 费率还不算是高的 那地震跟一般的风险不太一样 它就是可能损失的频率不会很高 可是它损失的时候 有时候像921大的地震 它就是非常那个幅度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常常会有几百年回归期这样的设计 然后必须把这个过去的这个准备金 把它累积起来 所以才会有一个所谓的地震基金 能够再累积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所以如何让这个民众能够 能够参与这样的保险 就是我们当初在推动 能够很快的提升投保率 其实那时候考虑的真的就是 第一个银行它有这个需求 就是债权确保的不然有这么一个需求 第二个就是在投保率的提升上 透过这种方式来扩大承保 对于民众的这个保费的负担也会稍微低一点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就是说民众如果他自己 对于这个地震险还有需求的话 像我的话我虽然没有贷款 可是我也是一样买注火加地震险 我觉得这两个我们目前是觉得 放在一起应该有相辅相成的这样的效果 不见得它拆开就会比较便宜 就是那个房子的保险就一定是银行的债权确保 那其实如果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 如果它是可以分开 我觉得对民众来说也未必是坏事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地震险 因为我们保险这种事情 就是您刚刚讲的有些事故很少发生 可是因为很少发生 比方说我们他已经有过那么多次地震 大大小小 九二一之后 可是因为我们投保率并不高 而且有投保的人像你这种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因为房贷 有投保的房子基本上都比较好 所以发生地震的真正赔款不多 我们如果去看地震金真的赔不多 因为赔不多就没有什么事件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有很多保险的人都说 就像我也是做那个连雾的保险 那个果农就讲说我保第一次就领了赔款 我就觉得这个保险很重要 可是地震也不容易 不容易说我发生所以我就有这么多理赔 但是相对来讲 比方说以我们现在万一 台湾会发生一个像九二一这样的地震的时候 我想请教您认为 就我们目前的制度 就跟当时九二一完全一样这样 还有以我们现在的投保率来看 民众会不会觉得地震也真的很重要 就感受到还好我有保险那种重要性 可以吗 其实九二一地震 我们大概都有参与到这件事 那时候我是在保险市 我们那时候投保率非常非常低 大概2% 但是其实那时候倒的不见得就是 小的房子都是高楼大厦倒掉的很多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购买这个有房贷的房子 都是好房子 我觉得那倒不见得是 但是我以目前的投保率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是亚洲地区这个投保率算很高的 比如说比日本甚至都还得高 那当然我们也在想说 如何如何让民众更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是不是会把这两个险把它拆开 我们目前是还没有完全在考虑这件事 但是是不是有民众愿意只保住宅地震险 那我们可能那个部分可能要再来思考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让这些民众 他可能不选择火灾险 要来选择地震险 对 这个可能要再去评估一下 那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泡水车 因为我们最近真的也是太常发生这种事情 不一定有台风 它还是泡水 那我们也会看到局里面是一直要呼吁 应该要加保泡水车的保险 保险公司也会呼吁 可是投保率还是非常低 那一样的状况 因为泡水车的保险也是附加险 它还是要附加在车存险的主险上面 那有没有可能这两个险那种脱钩 就我只有我那个车子本身不保 我只有保泡水或者台风 这有没有可能 以目前保险公司的设计 他可能考虑到保险期间的问题 可能是不是民众会等到台风季节才来买 所以他会把行种把它绑在一起 这可能是他在设计商品的时候 他觉得用附约来乘坐 会比较 对他来讲他某种程度 透过组附约的衡品 能够在危险承担上 他比较能够确保 是 但是如果说只要买台风洪水险的话 可能单独设计不见得会比较经济 因为费用率的部分也是必须去思考的 还有一个就是投保期间的问题 投保期间 一般人可能会台风季节来了才去买 那这样的话他的风险集中度太高 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说他是一个平衡的 那如果一年起保单 他也有可能台风季节过后就去解约 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导弹设计里面有时候会避免这样的风险集中度太高的情形 我想保险公司在思考应该是这样 对 因为商业保险他们有他们的设计考量 当然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保险到目前为止还是卖方市场 基本上还是卖方市场 就消费者只能够选已经有的东西 如果真的要单独设计的话 可能他在风险的计价上会比较高 那当然 是不是民众就会愿意 那当然 但是如果把主月跟负月加起来 我只有买负月的时候 说不定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现在讲的不是负月本身比较便宜 就是我不要整套我都交 就是他里面有选择 对 他目前是附加在车体损失险上面 要不然的话像第三人责任险 他也是有主月单独存在 对 这个部分或许可以让保险公司再去评估看看 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来设计 因为所有的保单的设计 我们如果看现在跟过去 很多都有很大的改变 特别是受险部分 在不同的时间就应该有不同的思考 但是产险整体来讲是改变的比较少 对 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做 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做 对 或许真的可以让他们想想看 对 那我们休息完又回来看一下 要做监理工作这么长时间下来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来自消费者 来自业者的这种双方的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 可是呢 这个中间能够做这么久 而且呢 可以有这个铁娘子的封号 有一个原则很重要 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我们接个下来 要看的是局长是怎么做到的 休息完再回来 欢迎回来 其实我觉得呢 保险监理官呢 真的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工作 因为常常要罚人家钱嘛 比方说以经理来讲 罚很多钱啊 那真的是业者 我这样讲 应该算敢怒不敢言嘛 应该有非常多的抱怨跟不满 那您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二十几年来 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所为的坚持 跟有所不为的坚持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因为我大概工职的工作是从申诉开始的 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 在整个监理工作里面 我觉得民众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虽然大家不看好 因为老师都知道 推动教育是完全不是极客有效益的 但是我觉得从处理申诉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民众的金融知识还是不足 所以我一直从一开始 九十三年开始 我就一直不断的在推动这件事情 尤其是在校园的 就是纳入学校的教育体系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从九十 我从九十四年开始有几年的时间 在做学校教育的一个推动去试验 然后九十八年 我们就跟教育部做一个 金融基础教育的一个合作推广 我们让老师能够教学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到现在 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定的成果 那我们也把教材定出来 甚至把十二年的学生的能力指标 也做了一个拟定 而且已经修到第二版了 那老师在这个部分 其实慢慢慢慢 我们应该是十年来 我觉得有一点点效应跟成果出来 也就是在学校里面 在谈这个金融的这一块 慢慢慢慢越来越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民众能够真正自己 对于自己的理财 对于自己的财务决定 能够负责 然后也能够做一个适切的判断 这个是我觉得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也真的去做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在老师刚刚提到的应该是 到底该不该罚的部分 那其实在对业者的财罚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我们应该要让业者知道 你做的事情为什么是错的 主管机关到底是为什么要罚你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重要 那所以通案式的法规不遵循 在平常如果在法规遵循面 比较弱的或者比较差的 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投机 投机就是说 反正我可能只被罚小小的钱 我还是一样可以违规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们就会比较严厉一点 尤其是市场纪律的部分 我就不应该做 你就不要做 尤其是消费者权益的部分 保护就是相信你 才会跟你有这样的往来 你不应该背弃你的客户 心中必须要有客户 这是我觉得应该要坚持的 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做到 那保险公司自然 继续罚下去 继续罚下去 那请问 业者都很怕你 你家小孩怕你吗 我家小孩不怕我 所以你家家不是一个研助研女 因为我住在男生宿舍里面 所以 必须稍微妥协一下 对 那我想我们这个大局长这个称号 对你来讲 应该是一种肯定 我自己觉得 那希望继续看到你 好好为我们业人作词 谢谢 是 我会努力 是 谢谢